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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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古力甜絲絲 吃下去令人有戀愛的感覺 過兩個星期就情人節了 不妨從製作朱古力甜品有經驗 又有心得的加拿大高級廚師 參加世界朱古力大絲菜的作品之中 拿點靈感 說不定會令愛女得到驚喜 這班廚神有創意 又廚藝非凡 爭軟立無道 撲備而來的朱古力優香 一班對製作朱古力充滿熱誠的頂級甜品師傅 與過幾星期前日同混雜多倫多 參加朱古力大絲比賽 朱古力大絲比賽 今年已經是第五屆舉行 十位參賽者 今天會連續九個小時的時間 製作出好像藝術品一樣漂亮的朱古力 勝出的參賽者 將會於今年11月到巴黎 代表加拿大 參加全球朱古力大絲比賽 每兩年舉辦一次的朱古力大絲比賽 是世界級勝出 參賽者 都是有經驗的甜品師傅 比賽最特別的就是參賽者 要在沒有助手的情況之下 獨力完成比賽 今年大會主題為味道的結構 Architecture of taste 七位參賽者裏面有兩位是華人 而在大會評判團裏面 就有加拿大總理哈帕的行政總廚 Tim Wasoko 他指出大會除了評核製成品的味道之外 亦會留意製作過程 他們在整理事件中 在招待時間線上 當然是在洗衣服和保護 都在用藥能力的技術 他們在用藥能力的應用 在兩者和合法中 在選舉中的主題上 等於很多因素 賽事分為五個環節 由體積最小小 等味道濃厚的 Bombos Chucolet 揭開序幕 參賽者要做到面層光滑 而且每顆包著內餡料的外圍層 亦要有同等厚度 十分考功夫 接着在第二个环节 参赛者就要以加拿大传统甜品 配散糖批为蓝本 改造成痔瘡的甜品 这个项目最能考验对朱古力的形式 怎样将朱古力融入糖批其中 但又不会抢光的味道 朱古力的分量就一定要拿捏得很准确 到第三个环节就是考创意 参赛者要将朱古力融入奶油 慕士、香脆层和酱汁 四种不同质感的材料 去做出创意甜品 必须食得平衡所有材料的味道 有些参赛者就会巧妙地加入可可人 即是将朱古力磨成粉 这样就可以配合主题得来 朱古力的味道又不会太过强了 这是一个茄子製作为鱼 最后是葱萝卜 然后在里面你会找到青椒或酸葱 已经用了五个小时 但各参赛者都没有松懈 进入第四个环节 就是制作朱古力蛋糕 参赛者要做出一个重900至1100克的 分层蛋糕 而蛋糕焗得出来有多松软 就在于参赛者在控陪时间 和温度上的控制了 好像来自灰北客的Mikiel 他做的青椒波罗朱古力慕士蛋糕 就带给评判清新的感觉 令人眼前一亮 而最考验参赛者经验和烹调技巧 就进在最后这个环节 参赛者有两小时去制作一个大型朱古力展品 Show Piece 底座置得60x60x10厘米那么小 参赛厨师要将至少有一米高的展品砌在上面 同时又要设合今届主题味道的结构 但会规定整个展品由头到尾都只能用朱古力来制造 不过参赛者就可以事前准备好散件 来到现场才逐件砌完 每次见到参赛者将由大又重的朱古力背件 一层层踏上去 都会看到现场观众目定口外 邓传师惊 因为作品如果失平衡倒下就贡贵一贵了 别看参赛者Mikiel这棵树干 将真度这么高就以为是真正的树木 其实是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一刀一刀地用一大块朱古力吊出来再上色 而斯里兰卡瑞厨师Demoof 用白朱古力来做人像雕塑 亦有一番风味 智宇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朱古力大师比赛的 香港移民郭俊熙 他设计的分子概念朱古力展品 属于孤兰道作品 难怪要花大量时间去准备 我昨晚都没睡过 因为我昨天没睡过 因为我昨天运来的时候 我烂了中间那里 那我就要留东西再做过 那我现在都很难睡 九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到了 各参赛者的专业精神 亚军就是77.04分的香港移民郭俊熙 至于最后的全场总冠军 帝由得到79分的Olivia Tubu奪得 能够实现梦想 代表加拿大参加世界比赛 Olivia相当兴奋 今届世界朱古力大士加拿大分区赛 暂时高一段落 虽然葛俊熙错失冠军寶座 但他并没有气馁 于比赛后仍然继续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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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续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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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完成得到 所以就是一個朱古力大師 原來於製作上 黑色的朱古力和白朱古力 亦有所不同 葛俊熙表示 白朱古力味道上會甜一點 因為奶味重一點 而且質地沒有那麼硬 如果像現在這樣 要做一朵花就很適合 因為白色較易上色 剛才我講的每一種技術 其實都是一種master skill 只要在其中一種技術中 它已經去到master級數 其實它已經是很厲害的 因為可能你 比如說airbrush的話 可能都成七八年的功夫 葛俊熙坦然 要成為頂級朱古力大師 這條路不易走 過程中經歷過多個辛酸的時刻 有想過放棄 但很慶幸自己一直堅持夢想 現在才能夠一步步走近目的地 最大的挑戰其實我會覺得是 你去create一種新的東西的時候 如果那件事根本上是從來都沒有過 而你去想這件事 是會帶給你一個很大的挫折 其實 但是當你可以完成得到的時候 你都會很開心 很大的成功感 現時加拿大的朱古力大師水獎 不斷提升 逐年逼近一直於世界賽事中 都名利潛咬的荷蘭及日本師傅 希望年尾的世界賽 加拿大能越遠以上 以實力贏得佳積 看這件朱古力做出來這麼漂亮 這麼特別 真的很想吃一下 好了 節目時間又到 下星期會談談 小心食用西柚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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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